Hello,大家好,我是Rico,欢迎回到Math学院 今天我们进行到一堂新的课里面 这个呢就是这个Fragment里面最后一个小节 这个小节呢就是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APP.Fragment和V4包里面的Fragment的区别 这区别呢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要点 然后跟大家这个讲解一下 然后呢第一个是Fragment呢 就是这个它这个组件呢 它是在这个Android 3.0以后引用的 如果你想你的一些低的版本也可以使用的话 那么你就要使用这个Android Support V4包里面的Fragment 所以也就是说APP.Fragment呢保证用是3.0以后 这个V4呢还可以兼容前面的 所以呢这个这个呢必须是11 那么这个最小支持的话是4啊 一点几版本的也会用 所以你要考虑考虑你的这个APP应用 在发布以后呢有哪些这个人群 他们的机子啊你要做到兼容性到哪一步啊 如果你要考虑到前面的部分的话 那么你里面写的Fragment呢 你就不要使用这个APP的Fragment去用V4包的 然后呢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说他们这个包 你这个是需要引用一下的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个APP的这个包 这个是肯定在4.2的Android店家里面 这就有了 如果你要使用那个V4包的话 这个要使用这个架包 但是现在新的这个Eclipse建出来的话 这个包工程里面都会是有的 这是第二个不同 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不同呢 第三个不同呢 它说是这个 这个V4包的Fragment嘛 那么包含它的Activity 必须使用Fragment的Activity 并且呢在获得这个Fragment Manager的时候 V4包里面的写法要变一下 要变成Get a Support Fragment Manager 好 然后和这个Fragment 还有Fragment Transaction 都是V4包的 好 那这个我们可能前面没有什么注意 然后我们来写一下 然后我们来再说一下 那么这个你光说 你没有这个什么凭据 其实最好的凭据那就是官网 当你这个官网里面 你去搜Fragment的时候 这个下面出来的结果 这儿有两个 大家看清楚 看清楚 这个是Fragment 这儿有个Fragment 这儿有个Fragment 这个是APP包的 这个Fragment 这个是V4包的 你把它打开 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个要点 在这儿都有 比如说像这个V4包 这个就是V4包里面的Fragment 你看一下 别人在这个地方 就直接跟你说了 我刚刚写的第三点 看清楚 他说 如果你使用V4包的Fragment 必须要求你的Activity 必须是Extense Fragment Activity 所以你看一下 比如说 这个是我的一个Activity 然后呢 我现在还没有这个Fragment 比如说我来写个Fragment 比如说我写个Record 那RecordFragment 好 然后呢 假设我这个地方写的这个Fragment 不是用了这个包 我是用的V4包的这个 大家注意了 然后呢 你这个Fragment 又是受这个IndexActivity管辖的 假设不管是用这个什么样的方法 比如说假设我们用 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写吧 比如说我们用标签来写 比如说我们要写这个 好 稍等一下 我们用这个标签方式来写 然后呢 你name 你不是这个cm.demo. 我们来写一下 06 你要把它引入进来 对吧 然后呢 宽度 我们写一下MatchParent 然后高度呢 我们写个50DP 也假设我在这个地方 是想把它引用进来 好 然后这个地方取个ID ID呢 我命名一下 好 Fragment 好 我写成这样 假设你要把它引用进来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Fragment 是受Activity所管辖 现在你用的 大家注意 你这个地方用的V4包的话 你这个就不能写Activity了 这个地方已经缩了 你必须使用Fragment Activity 你必须使用这个 所以你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这个地方就不能这么写了 一定要使用FragmentActivity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记住这一点 所以在使用这个V4包的这个Fragment 要求它的这个 要求它的Activity 必须是继承 继承FragmentActivity了 不是这个 所以大家这个 不信之以可以试一下 然后你写成那个的话 就是会出错的 必须写这个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二个呢 还有一点 这个地方还有一点 大家看一下 它说如果你使用那个 不是我们要获得那个Fragment的点 获得那个FragmentManager嘛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以前我们是 GetFragmentManager 这个 我们是通过这个方法来获得 然后再去FindViewBuddy 这个时候 你就要换了 你如果使用V4包的话 你就不能用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GetManager是对那个APP的Fragment 你现在用的V4包的这个就不能用它了 你就要用 Get什么呢 GetSupportFragmentManager 好 大家看一下 你要用这个 你必须用它 所以你前面这个FragmentManager的定义 好 大家看 你这个时候一定要用它了 你就不能用前面这个 这个Manager 你就得用它 好 所以你必须要使用 GetSupportFragmentManager 然后同理 比如说你要用那个FragmentTrader Transaction那个 对吧 你也要用它了 不能用它 就是说你只要使用 WaithSupportFragment 你拿其他的相关的操作对象 全部都使用WaithSupport的 如果你是用AndroidApp里面的 那你就全部的使用它 不要去混合的使用 所以这个Transaction的话 你也要用这个 Manager.beginTransaction 你要这样去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这些要点 其实在我们的官方文档 已经说的是很清楚了 其实它是最权威的 你从其他这个渠道获得的资料 你如果觉得它不可靠 或者是有质疑 那么查找官方文档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我要强调的 他们这个VSportFragment 和普通的Android点价包里面的 App的Fragment的区别 希望你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两个千万不要混用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这两个包里面的Fragment的区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